收在你的食指的第一个关键 那用你的拇指去按住 这三条线 台北偶戏馆22号举办 走啊去博物馆睡一下活动 将傀儡戏结合 今年兴起的送播音疗体验 让民众认识傀儡戏的同时 也能透过送播达到身心灵放松 其实坦白讲 就是偶戏在一般民众 大家比较不熟悉不了解 所以可能一光看到这个主题 就兴趣度其实就 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么会有冲动性想要来 所以我们会去想要结合 其他比较有趣味性的 在做一次的动作 单身当然男生的动作 不太一样 提到傀儡戏 许多民众都会联想到 丧葬屈蟹等宗教仪式 导致在文化推广上面临重重困难 他觉得这个是不合理 就是你可能会 你会冲到啊 他其实会比较抗拒一点 所以其实看的人真的非常的少 为了吸引更多民众前来 台北游戏馆本次特地结合 宪政流行的宋伯音疗体验 邀请补习创办人林婉宁 透过宋伯声音的传递 带领民众放松心灵 敲拨摩摩波的规律频率 搭配老师的指令 民众如同戏友 抛开杂念 无拘束地躺在地板放松身心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 蛮疗愈 然后就是真的可以放下心 真的是有觉得好像自己的那种身心灵 是有得到一种休息 傀儡戏与宋伯在历史脉络中 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皆不谋而合地传递人类的情感 偶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人类 跟天地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我们人类有很多的快乐苦难 或是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样 透过我们自己的身体去表达 对我来说好像偶就是一个寄托 他可以去转化这些人的喜怒哀乐 此次活动台北偶戏馆 巧妙地运用送播音疗体验 成功拉近民众与传统偶戏的距离 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进偶戏馆 认识民间传统记忆 记者林石佑胡王子航 台北采访报导